毛泽东说不行,跟他沟通,跟他抗议的事情, 不行,怎样这样, 陈独秀时已经是跟共产国代表胡廷康谈好了, 因为他本身对共产主义有认识, 立志要去中国结立共产党, 所以说他说,革命,年根拔, 毛泽东,从此共产党一直走, 一路走过来, 共产党没有了毛泽东, 我自己个人相信一定不值得, 就是毛泽东才一手将共产党带出重重的危险, 然后将他一手作弹, 你看到1903年军业会议之后再掌权的时候, 之前在瑞金时打天下, 被中共的中央来到这里坐天下, 坐了下越坐越缩, 接着要执落, 接着在军业会议再掌权, 一直打到天下, 所以这件事很紧要, 所以就是说, 这一年, 这个2020年的夏天, 毛泽东为何去上海呢? 因为宋, 他都很有肖子星和粗活生, 是上船, 因为上海当时来说, 唯一一个, 沿洋流传停泊的地方, 之后就去泰国, 当时来说, 没有的, 我不记得, 邓小平应该, 应该, 是不是那些水呢? 不是那些水, 就是那些水, 邓小平, 他都是提供结果的, 第三就是, 好, 可以看你的浪辇绽会吗? 好, 好, 感谢观看